面对背叛的爱人,你会原谅他吗?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假如有一天你的爱人背叛了你,为了家庭,你会选择原谅他吗? 首先我们来看背叛分几种 一,为深的背叛 这种背叛大概就是因为体内荷尔蒙导致了一词的冲动 它们只是为了寻求刺激,寻求婚外的新鲜感 二,为新的背叛 这种背叛就是所谓的精神背叛,心的背叛 它们的身体还是属于你的,但是心却给了别人 它们没有出轨,但是它的心已经不属于你,它已经爱上了别人 三,为身心的背叛 这属于更严重的背叛 它的身心都不在你身上了,也就是说它爱上了别人 如果到了这种程度,这段感情已经没有必要维持了 早放手早结束 但是人们往往都比较在意第一种深的背叛 而对于心的背叛,往往很不注意 这是很悲哀的 深心的背叛更是不用说了 但是深和心的背叛,一般来说并不是同时发生的 当你得知爱人的身体背叛你的时候,你会原谅它吗? 网友小可说不可原谅,背叛是对家庭的一种不负责的表现 对自己原来信仰的一种离开,是背弃的道德的约束 怕离了大众的利益,对自己做出承诺的一种不实现,不对现的表现 如果是结婚的夫妻,难得还去外面找小三的话 就一定会给女的心理造成一定的伤害 网友云云说,选择原谅 因为男人天生爱出轨和背叛 只是轻与重,就算再找一个也难保不会出轨 算了,原谅她吧 为了孩子将就得过吧 情侣之间是容不得背叛的 一次不忠,百次不用 既然现在出饭,原谅了她 她以后就不会再犯了吗? 是不会的,出轨对于男人来说永远是零次 和无所赐